各位,我繼續跟大家分析這篇由白兵心理少教室 一個叫Stormtrooper白兵的人 當然在YouTube上上 他的標題是帶你了解藍絲如何練成 破解藍絲的心理學和溫陳效應快思萬思 這是我第2個視頻講這個話題 所以這是分析2 這個分析主要會著重針對他用了什麼語言技巧 來做這個視頻 以及這個語言技巧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先開始聽他的第一段 這個第一段是放在他的尾 我先把他走出來 原因為什麼呢 我先和大家講他到底他的目的在哪裡 然後我們可以分析他到底是否達到他想講的目的 這就是現在先聽他的後面其中一個結論 最後其實我們製作這條影片 我們都不認為那些藍絲會主動按進來看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頻道 都有形成到一個同溫陳效應 他就承認這個他的視頻不會被藍絲帶看的 因為有一個所謂同溫陳效應 我先說什麼叫同溫陳效應 其實他也解釋了 所以可能我不需要重複 但是我們因此要明白 到底他做的這個目的在哪裡呢 我覺得這個目的是有二十幾個 第一個就是 讓他們的黃絲帶 有一個所謂 feel good 的感覺 有一個認同感 這個就是同溫陳效應 就是把一些聲音反射到黃絲的人身上 讓他們覺得很多人有同樣的感覺 這是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就是 將現在的黃絲的抗爭 合理化 這個合理化 他自然是需要 將黃絲抗爭的對象 是魔鬼化 而將黃絲本身的表現 變成天使化 我們會看看他怎樣做到這一點 第三樣就是 想將這個抗爭的對象 擴闊 一直以來黃絲的抗爭對象 就是針對政府 後來是針對警察 現在這個視頻的結果 會怎樣呢 使得他們的針對對象 就是支持警察的那些人 就是所謂的藍絲 這就是擴大他們的抗爭的對象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們要看回到底這個抗爭活動 實際上的本質在哪裡 我在其他視頻講過 這個實際本質 是由外國勢力支持之下 而希望擾亂香港的和平穩定 發展 從而使得中國要是尷尬 要是手忙腳亂 但我相信這件事他們達不到目的 因為中國不會因為香港的事件 派發解放軍來香港 因此他們的目的會達不到 另一個可能的目的 也是想在香港做一個招土政策 把香港破壞了 這跟美國在很多地方做的手法一模一樣 大家看看 在中東的顏色革命之後 希臘的日子怎樣過 或者再看看 敘利亞的日子怎樣過 或者利比亞的日子怎樣過 在有這個顏色革命之前 那些社會是相對平穩的 和相對富裕 但今天經過顏色革命之後 他們的人民的生活就是一落千丈 另一個例子就是烏克蘭 大家也可以看到烏克蘭的狀況 現在也沒有它以前那麼好 我們不要忘記烏克蘭是 勾了一個糧倉 兼格烏克蘭是有很多重工業的 在蘇聯時代的時期 但它今天會搞成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有顏色革命 所以香港人一定要小心 在外國勢力 在香港搞顏色革命 上一次搞黃色的雨傘革命 是黃色的 就不成功了 這次他們改了顏色 是全部黑色 所以用黃絲帶形容 其實都不是很貼勢 這次應該是一個黑衣的顏色革命 但沒什麼好看 現在我講了我的結論 我怎麼看這篇文 接下來就會分析他們的延遲 讓他們如何把我剛才說的目的表達出來 這是一個語言技巧 當然我剛才在我上一個視頻說到 這個視頻本身的邏輯 是不成立的 因為你只要把整個視頻 黃色和藍色調轉 是完全聽得通的 所以這是一個太普遍性 沒有意義的視頻 不過現在我想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析一下他們用的手法 所以我就會集中說他們 如何達到他們想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接著聽他們的下一個時段 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冰 藍絲一辭 凡自在2014年下場的御散運動中 反對佔領行動 支持警方從嚴執法的人 在御散革命之後 藍絲帶成為普遍建制支持者的代名詞 是經歷了612警方開槍爆頭 721元朗警黑合作 727警方在西鐵站無差別打人事件 第一個手段就是我剛才說了 他需要醜化反對者 所以他一開始定義這個 什麼叫藍絲帶的時候 就已經用了一些方法 令大家有這個感覺 譬如他一開始說 在612警方開槍爆頭 這就是針對警察 將警察在驅散群眾支持 其中有一個受傷 有一個抗議者在頭部受傷 就變成了警察 刻意這樣做去爆頭 接著就是721元朗警黑合作 我在其他視頻說了 我對721的看法就是 這個是兩個幫派的嘔鬥 我看不到有任何證據 警察和元朗那些白衣人是有合作 當然在他有些視頻拿出來就是 說那些警察是對著那些白衣人 我明白白衣人拿著鐵棍都不理 這件事在當時警察的情況下 他們是不可以理的 因為這個村民他們有一個傳統的保護自己的鄉村 而他們只是拿著鐵棍而已 這不是一個攻擊性武器 所以是不足以構成任何罪行 所以警察是不可以做任何事的 接著下一個就是727 警方在西列站 就是無差別打人事件 這個無差別這個詞 我想大家已經聽過很多次了 初初用在721那裡 就說那些白衣人無差別打市民 現在又用警察無差別打抗議者 這一樣用同一個方法 已經將一個有負面的 意思的詞 用在這裏 第一件事已經可以醜化到警察 而是因為黑藍絲帶支持這些警察 所以藍絲帶本身也有問題 這就是這一段 一開始定義的時候 已經是埋下了這個牧線 首先一般來說大眾主要認為有三個原因 一般來說大眾主要認為有三個原因 這個大眾 用這個詞在這裏 其實他就是想把這個提出來的意見 擴大它成為多人支持的一個看法 所以他前面就加了一個大眾 都認為 這裡加了一個大眾 這個字在這裏 第一 短視 比較多人會認為現在還支持警察的人 是因為他們短視 他們看不清現在的政府 免許警察越來越暴力的驅趕行為 最終會導致警權無限放大 變成警察國家 與此同時 他們也不明白有行人士 抗爭者在抗爭背後 是為了全香港人的未來 為了下一代仍然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氣 所以藍絲才會反對抗爭者支持警察 好 今天繼續他這個抹黑藍絲 就是美化黃絲的過程 他看了一件事 藍絲來人很短視 看不到遠一點 於是相對於黃絲就很遠 這件事我也有一個不同的感覺 我想大家看我其他的視頻知道 就是這樣破壞香港 短線不好 長線都不好 不見得你破壞了香港之後 你長線會好 所以說到短線 短視 現在的黃絲更加短視 第二 他說到警察的暴力 就在增加 跟著做一個無限擴張 因此香港就會變成一個警察世界 這個是需要一個很大的誇張 一個很大的過度才行 這個在邏輯上面 它叫做Sleeping Slope 一個壞波的方法 就是說拿少許東西 把少許東西 就無限放大 以做到一個恐嚇 那些人的心理 使得黃絲覺得 我現在這個抗爭是非常有需要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警察世界 這是一個在黃絲的心中 還有一個恐懼的心理 另外他講到的就是 黃絲將來很好 我們是為了將來的未來 這也是對應短視 我們看到現在他的做法 是抹黑藍絲 而美化黃絲 但其實在這段來說 我們將黃絲 藍絲 一模一樣 今天是完全對的 現在這些黃絲 在短視 看不到 將來的香港 是要靠中國大陸 因為你們在增加暴力程度 我們已經知道 警方已經發現 在遊行隊中 有人遲一些 可以獵殺動物 或者人的弓箭 也有警察被一些 鴉叉 射一些鐵珠 這件事 現在警察是剛剛過了 昨天 就在一個地方 已經搜到這些事情 因此 現在 暴力升級 的確是正在發生 但是暴力升級的原因 並非他所說的 是來自警察 而反而是來自示威者 大家要先搞清楚事實 沒有事實基礎 這些說法 完全是一個空虛的描述 空虛的描述 你就會發現 用在哪裏都對 警察暴力升級 當然 但是你要拿一個例子 才有用 你沒有一個例子 沒有一個事實基礎 這些是一些 兇犯的抽象形容詞 就是現在他犯 就犯這件事 就是嘗試 兇犯的形容詞 將藍絲 黃絲也好 就扣那些帽子上去 扣帽子手段 第二 冷漠 沒有同理心 所謂的同理心 也可以稱之為 换位思考 是指代入其他人的想法 以及理解其他人情緒的能力 所以有人會覺得 藍絲的缺乏同理心 在這裏拋出一個 學術名詞 在那裏 同理心 用了一個同理心之後 跟著他解釋 這個就是 開始嘗試 將他自己 做一個權威的手法 手段就是 我拋東西出來 我可以把這個 定義了他 這個就是 我在這方面的權威 拋一個權威手段 來支撐他以後的論文 無法對不斷被暴力對待的抗爭者 感同身受 無法理解抗爭的意義 和抗爭者的想法 先會對抗爭這件事無動於衷 甚至有人會認為是物以類罪 只有無同理心的政權 才會有這班無同理心的支持者 他現在這裏 就是利用一個圖像 醜化香港的特首 特意選一個圖像 而同時說 這個特首是一個無同理心的政權 所以有一個無同理心的支持者 這個手法就是利用圖像 將他想說的話 強調 而這個過程之中 他並沒有舉到任何實例 說那些藍絲沒有同理心 沒有辦法跟別人想像 他又說那些藍絲沒有辦法 可以明白他們這些黃絲的想法 這個說法一定是放肆四口都對的 人人都不知道人家在想什麼 你不知道我想什麼 我不知道你想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 這件事是對的 所以大家覺得 那些藍絲真的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這個做到的 效果就是那些黃絲 因此我抗爭有理由的 我要他們明白 這樣做了一個 就是鼓勵那些黃絲 繼續做這個動作的事情 而他也繼續醜化藍絲 所以我想我不用再慢慢跟大家說 這個大家已經看到 他是不停地醜化藍絲 所以以後也是這樣 所以我就不再重複這件事了 那我就指出他繼續有些不同的地方 3. 接收資訊不完整 甚至接收錯誤的資訊 有一部分人會支持警察 是因為他們長期收看支持政府的電視台 那些電視台會透過剪輯技術顛倒黑白 俗稱的魔鬼剪接 因為傳統紙媒和最有影響力的電視台 都是親政府的 所以有一部分人會因此而誤信 警察是沒有使用過份的暴力 也有可能因為同溫層效應 身邊大部分人不斷重複支持警察的意見 分享抗爭者收錢和打人的資訊 搞而搞之會令到一些相對中立的人 是抗拒抗爭者偏袒警察 現在說到現在那些藍絲所接收的資訊 主要來自政府那邊的資訊 但其實我們已經知道 現在支持黃絲那邊 後面金主是黎智英 黎智英是搞傳媒的 所以如果說傳媒的力量 如果大家上網看的話 你會發覺是一邊倒的 支持一些抗議分子 支持一些黃絲 尤其是我在外國 我在澳洲這裏 更加感覺到 所有的傳媒 根本上一年左右支持抗議者 西方媒體全部都這樣說 於是他們差不多一個統一口徑 反而我覺得這次的做法 香港政府本身對傳媒的影響力 是估計過低 所以它導致這次這麼大的風波 如果是做一些宣傳手段 其實這個是可以解決的 至於這些藍絲是不是真的 資訊封閉 但是我覺得 資訊封閉 一定有的 因為他們說過的同溫層效應 即是說 現在你在網絡上面 如果你是喜歡看藍絲那方面的那些 視頻的話 那麼那個網絡上面 就會自動通過人工智能方法 就向你輸送 這些藍色的資訊給你 那麼如果你是黃色的話 那你自然就會 它就會向你輸送 黃色的那些資訊給你 那麼所以這個 在人工智能的推動之下 加上現在 在那些大部分的平台 後面有一個人工智能在那裡 這個現象會越來越厲害了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 要能夠站出來的話 我們一定要看多些不同的人說的話 那麼 怎麼可以多些看不同的人的東西呢? 那麼你在搜查 你自己想著的相反智慧 那麼你也去看 我認為權威性人格 是比較接近 為什麼他們去到今時今日 都仍然支持警察的原因 那麼在這裡 又訂出第二個專業名詞 就是權威性的性格 那麼於是他就一樣了 我是權威 我可以解釋給你聽 什麼叫強威性的性格 他就做這件事了 擁有權威性人格的人 會展現一種對弱者排斥 抗拒的表現 在這裡 正正講了黃絲的表現 我們知道 譬如在7月21日 在元朗發生黑白衣人相鬥的時候 同時在香港這一邊 有一個客貨車司機 是被人圍毆的 那麼這一樣 一樣 他們整幫人一起 就是欺負那些弱勢的人士 那麼另外我們也知道 見過 譬如在飛機場老人的事件 那麼他們就欺負一個老年人 那麼另外我們也有一個視頻 看到他就是 因為有一個人 向他們說出言畏語 他們就一班人圍著他 那麼後來這位鄧兄 就被人暗算 就暈倒在地上 這些視頻 我已經全部放在我自己頻道上面 大家可以跟一跟 證明了 這件事 就是說 權威性人格 正剛剛 就用在黃絲身上 正如我所說 你把他這段視頻 把他黃絲男聲調轉 你會覺得完全合理 因為我們可以找到示例 證明黃絲那邊 是在做同樣 他話警的 藍絲做的事 還有對權威卑公屈塞 絕對服從的態度 在這裏我接一接 有一段視頻 就是梁某和郭文貴 在通牆和電話的視頻 大家就可以看 什麼叫做對權勢 卑躬晚上 你看看我們這些戰友 都是有24小時 全力支持你們 你們有巨大的力量 前所沒有的全世界支持啊 所以說千萬不能失去這次機會 我們會盡力想進一步的行動呢 這個不達目的 絕不罷休 對呀我坦白說我為什麼直播 我知道他們說 已經通知全面把股票往上臺 就是一定要臺 花幾百億臺 因為要和你們談 還有林鄭月娥在特殊情況下 她也願意辭職 有條件辭職 還有一個蘆葦從小辭職 但是呢 如果你們不兼職 你還跟她談一天兩天三天 那就完了 明白 謝謝謝謝你 拜託了謝謝啊 保持聯繫啊 好保持聯繫 謝謝謝謝 好拜拜 拜拜 他們對政府和警察的支持 是沒有邏輯 沒有情感的基礎 既然藍絲那邊 是沒有邏輯 也是沒有感情的話 所有黃絲帶做的事 現在變成合理的了 就算今天群眾面對的不是特區政府 而是以前的港英政府 甚至是未來雙普選後的民選政府也好 權威性人格的持有者都會一概支持 因為他們支持的是權力本身 而不是某政見立場 另外被警察施以暴力的抗爭者 往往會因為他們是弱小的一方 所以他們不會對抗爭者予以任何同情 反而會譴責 鄙視 我覺得現在來到這裡 就是他整個視頻最惡毒的一部分 他現在就是種下一個種子 讓黃絲帶感覺到藍絲帶非常惡毒 因此如果對藍絲帶做一些比較粗暴 或者暴力的事 現在就非常合理化了 都會有人拒絕了解不同的觀點和角度 拒絕嘗試推敲事情的全貌 就算今天在Youtube 都仍然會有一些影片在宣傳六四也沒有死人 所以要探討這個問題 首先要從根本出發 現在他就製造另一個現象出來 就是說 現在在網絡上很多資訊 為什麼那些藍絲還這樣想呢? 因為他看不到我黃絲的東西 這個做法其實就是 想刪除藍絲那邊的心態 但我們知道現在在這裡 他的視頻的目標 聽眾、觀眾就不是藍絲 我開始講了 所以這段目的就是 讓一些黃絲可以再度 肯定他們現在接收的資訊 是正確無誤 亦都不需要再去找其他資訊 拋出第三個所謂專業名詞 小龍DNA 但他在這裡就沒有再去 把小龍DNA定義 就直接把小龍DNA 用在藍絲身上 拿這個作為解釋藍絲 為什麼會是藍絲的原因 小龍DNA犯指 計劃很短時 只顧眼前沒有軟見 迷信宿命 因此疑惑伏強決 自卑自輕自賤 甘心為勞為皮 所以黃絲可以不擇手段 爭取對什麼都要自己說完事 凡是反對自己都不應該去接受 一定我想怎樣就怎樣 階級觀念深重 缺乏平等意識 事生存為人生最大目的 可以不要尊嚴不擇手段 連放棄一切權益都要活下去 我想大家都記得 他們將幾個年輕人的輕身 將它英雄化 認為這些年輕人的輕身 是死間政府 現在他這樣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說法 亦都在鼓勵一些年輕人 輕身去死間政府 這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事情 不思辨不求辨 安於現狀 不尊重生命 所以覺得自己的命是賤的話 於是一切的生命都是賤 不求差異 不敢不喜歡 甚至憎恨差異 只著重一致 大家有沒有覺得他現在在說黃絲 那些黃絲 黑衣人全部是服飾一致 頭盔顏色一樣 口罩差不多一樣 是彈求一致 沒有什麼差別 而且他們的動作 亦都是不希望有差別 是很一致 現在我覺得這段 其實是正正地描述黃絲 你們怎麼看呢 因為淺男者都尚可以動之以情緒之以理 如果有小龍DNA的人 就只有一種情況可以令到他們覺醒 就是他們盲目擁護的政權狠狠地刮他們一巴 例如他們本人或者他們家人 路過撐警集會 或者元朗西鐵站被白衣人無如無故地毆打 報警求助反而被告傷人 然後他們就會明白他們一直信仰的權威是不會為他們帶來任何的益處 我記不記得大家 就是在7月11日 晚上在元朗景區 在幾個小時之內 接獲2萬多個 999求助電話 因此使得真正需要求助的人 是沒有打入 而這個發動也正正是來自黃絲 因此在下一次他們搞活動的時候 在下一次他們搞活動的時候 再有需要求助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他們再發動一次這樣的 將999二線過賀 過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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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 因此他們將這個怪罪在政府方面 形成可以將他們的行動正常化和合理化 又利用另一個權威來支撐自己的理論 而我們製作的影片 藍絲要不就不認同 要不就看不明白 各位 相信你看到這裏 你已經可以看得明白 到底這個影片的目的是什麼 那不是藍絲看不明白 而是黃絲邏輯有問題 其實同溫塵效應 亦都可以叫做回音室效應 你覺不覺得他很權威呢 現在又有一個新名詞給大家學 同溫塵效應 或者回音室效應 其實只要多點留意 和自己不同的意見 求同存異 就可以很輕易打破這個同溫塵效應 如果你身邊的朋友是藍絲 希望你都可以有緣介紹他們 看下這條影片 好了 現在到她的影片最後 剩下的結語 我就不再跟她分析了 到這裏 我也希望 如果你是黃絲的話 我也希望你可以把我這個影片 分享給黃絲的朋友 讓他們可以擴闊她的看法 也希望他們可以明白 或者你可以明白 這個影片後面的語言操作 以及如何通過一些語言技巧 使得你們的思考受她的影響 我不否認我這樣分析她 亦都有我自己的技巧 希望大家能夠一看事體兩邊 這個是最重要的 另外 不要像整個影片一樣 全部都是沒有舉過一個實際的例子出來 全部都是利用一些抽象的概念來套大家 這個是一個謬誤來的 我在上一個分析這個視頻的1 已經跟大家解釋過了 所以大家現在應該可以 你們看完我這裏 應該已經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間了 所以 希望這個小時的時間 對你來說 是有幫助 亦都希望大家 就可以把我這個影片 給你的朋友看一下 讓他們可以 有些少免疫能力 讓他們可以知道 原來在媒體上面 是有這種感激的手法 去使得觀眾 讓他們套進一個心理狀態裡 這個正正就是心理笑教室 可惜他用這個心理笑教室 我拿來做一個翻面教材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